地球之所以是一个生命星球,在太阳系中水星,那么地球、木星、土星等的磁场怎么来的呢? 传统观点认为,行星内部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铁面质的永磁体核心,是它产生了行星磁场,于是又有科学家提出了另一种供典。 所以上述三个假说的原因都是有其一定缺陷的。 关于地球和木星、土星等的磁场的来源,还需要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门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